刚才也有提及过汽车股 其实今天也不止长期跌得多 有人想问小鹏在chartroom留言 就说9868 跌了这么多有什么价位值得有 这么说 我想今天跌得多的主因 因为过去他升得很夸张 因为大家对他 他也好理想也好 由之前出第三季的业绩 去到最近公布最新月道的交付数字 其实全部都不是差 甚至业绩更加有惊喜 令到一些项都对他们的股价 不断在我上调 所以股价就不断扯上来 但是你见到股价升那么多 我觉得从股价上说 其实小鹏就绝对不是低 所以我觉得现时做一个跳井 或者有些资金选择吃虎 其实真的很正常 今天来计算 我觉得现在比较关键 就是现在的20天线194这些位置 可不可以站稳 因为过去你从10月份开始的升浪上看 其实都是沿着20天线上的 11月试过两次穿过 碰碰碰碰碰也上得回去 所以我想今次都要看着现在的20天线 如果能守得住 你可以远回一转 继续觉得是一个上升格格的限 但是如果20天线也守不住的话 其实真的回回多些 比如去$87左右 不出奇 所以我想如果你看到 既然上升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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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 暂时就先考虑这些位置 是